Hello 大家好 我是林冠 健康好生活有YouTube的官方频道 大家记得要赶快按订阅 我先请教江医师 我刚刚讲国卫署统计资料 国人几乎平均五分钟 有一个罹患来证 而且真的第一名就是大肠癌 那这一次余怨期她因病而往生过 是引发大家很大的震撼 就是说传统上大肠癌 很多人会觉得好像比如说 中高龄居多 男性居多 余怨期是一个年轻的女生 然后她发现的时候才三十一二岁 那她非常辛苦的看来八年 往生的时候事实上也才三十九岁 所以大肠癌现在看起来 真的是轻忽不得 不只而且最主要是大肠癌 在台湾整个的趋势看起来 她的罹患年纪一直往下在走 那这一点当然很多人认为 是我们的饮食西化所造成的 当然这个东西很多可以去探讨的 不过坦白讲 这个是目前一个很糟糕的趋势 是说台湾的所有的癌症里面的大肠癌排第一名 那台湾的癌症是第一死亡率 这不是全世界的共同的情况 即使像美国那么先进的国家 他的癌症从来不是第一死亡率 所以大家这个真的很值得重视一下 台湾这个癌症的问题 我有个病人 他57岁的时候跑到肾脏科来看 为什么 因为他在10年前 他47岁的时候 他就不小心在肝脏超音波的时候 发现一个肿瘤 那后来这个肝脏超音波的肿瘤被发现 原来是大肠癌转移的 所以他是一发现都是 就是一个第四期的大肠癌 那这样子表示 他大肠癌的肿瘤要处理 肝脏的肿瘤也要处理 他有两个器官要处理 所以他也切除了大肠癌的原肿瘤 那肝脏那个肿瘤也被打了酒精 也做了热治疗 后来复发做热治疗 甚至切一部分的肝脏 做过化疗 做过电疗 他什么都做过 做了十年 到最后真的是已经 该做的都做了 然后包括免疫疗法 标靶他都打过了 可是一直反复的复发 到后来他就 经过人家介绍 去吃某一个偏方 听说很有效 这个事情 其实国内不法明能这样做 像诸葛亮也是听说 也是吃某一个偏方 结果很多癌症病人 其实到最后 是因为像我这个病人一样 他吃了某一个偏方之后 甲力子过高 那引起急性的肾衰竭 那你想想看 一个人他已经肝脏 也被切一部分了 他又引起一部分的急性 引起了一个急性肾衰竭 所以他有两个器官系统的衰竭 像他肠子也被切了一部分 所以他肠胃道也有问题 那像这样的病人 一旦产生急性肾衰竭 其实他死亡率 就会变得比较高 那另外一个部分是 刚才林冠讲这些名人 你注意看看 没有很老的 对 大家要有个概念 而且一般人都觉得男生比较多 但是余彦祺是女生 确实大家很意外 对 所以大家有个概念 就是说 其实你够老 你就不会得癌症了 我们七十五岁以上 大肠镜就没有意义 就是因为他的好处坏处就相抵了 85岁以上 其实离癌率就直线下降 所以其实容易得癌症的 就是中高 这个不是很高龄的人 才会离癌症 你的意思是说 五十多岁到六七十岁 这个时候是风险最高的时候 所以其实大家要了解说 你对于癌症的态度 该筛检的要去筛检 该做的事情你要去做 该预防的隐私调整 你要去做 不然的话 坦白讲真的 即使更年轻的大肠癌都看过 我们看过这年轻的 十几岁得到大肠癌 那真的太夸张了 对 这个真的很夸张 不过这个是跟台湾的 这个东石西建有关 就吃的方法 越来越多炸的东西 越来越多西方的饮食有关系 他的阿杰 他的爸爸 然后他自己的哥哥 全部大肠癌 所以他也很害怕 那他怕到什么程度 他每一年做一次大肠镜 我们其实不要求大家这样 如果你 你第一次大肠镜没有息肉的话 就三年再一次 他不是 他每一年做一次大肠镜 那他第一次做大肠镜的时候 的确有发现两颗息肉 那就被切除 那那个时候 我们就建议他说 你既然家属病死 对你那么不利 你应该少做 会伤害你的大肠的事 然后多做会预防 大肠的癌的方式 预防息肉的方式 那他说怎么预防息肉 很简单 那大概被认为说像蔬果类 颧骨类 绿茶 吃钙片 还有鱼 羊肉 羊肉跟兔肉 很奇怪 不是所有红肉都会增加大肠癌或息肉 反而羊肉 兔肉 当然兔肉很难得买到 羊肉兔肉可以降低 维生素D可以降低 然后吃煮熟的食物 跟多喝水 还有每天的运动 然后综合维他命 B6 叶酸 还有最主要C 还有优格 优格好像只对男生有效 对女生没有看到效果 还有刚才 我们大厨煮的这个里面 用的葱 葱鼠的食物 包括大蒜 韭菜 洋葱 还有做大肠镜的 席肉切除 都有办法减少 大肠癌的风险 所以这个病人 从第一次大肠 被发现两个息肉减掉 把生活做一次调整之后 到现在追踪到现在12年 他每一年的大肠镜 大肠都干干净净 没有看到一颗息肉的复发 那保养的挺好的 对啊 所以你发现有息肉之后 其实你在生活上 你的生活形态 你的所谓的饮食的控制 你应该做一些调整 不然的话你就会再长息肉 两位医师已经讲了 大部分很周全的 不过有两个地方 要提醒大家 第一个是糖 研究里面发现 是太多金字糖的人 比较容易产生大肠癌 第二个问题是你的 像所有用 氯消毒 自来水的国家 大肠癌都会拉高 所以代表什么 代表说 这个氯的消毒的 副产物 所谓的像山乳甲烷 这些东西 本身就是它是 大肠癌的自来物 所以尤其是 翡翠水庫以外的地方 大概煮水 大概要煮到十五分钟 真的 才能把所有的山乳甲烷 擀干净 那第三个 大家没有注意到风险 就谈到我这个病人 他48岁的时候 发现大肠癌第三期 那发现大肠癌之下就很严重 因为当然也是吃了全餐 就是开刀 然后化疗 电疗 该做的通通通都做了 他跟我们抱怨说 凭什么 就是他跟医院区一样 他说我吃得很干净 我什么都没有 我凭什么 为什么我应该得 我看我都说到朋友比我更糟糕的一堆 对 对不对 那我们就仔细的去看他的风险 才发现他有个很特别的地方 他48岁 他已经掉了四颗牙 你也不要忘记 成人人掉牙绝对不是为了蛀牙 蛀粥病 对 该蛀牙小时候就要蛀了 老的牙齿顶空空 大概蛀不动 所以基本上是蛙粥病 结果你注意看看 在哈佛大学他做过一个研究 他发现了牙周病的细菌一个叫聚核酸杆菌 他不但出现在牙周 而且会出现在我们的癌症 大肠癌的细胞里面 为什么 他发现这个细菌 他会从牙龈靠着出血 就进入我们的下化道 它跑到我们的这个大肠的组织里面去 然后他会促进大肠的细胞 经过一个分子生物学的概念 他会有一个促进癌症细胞分化 跟快速的复制的一个能力 所以他的确会增加大肠癌的机会 不但这个所谓的分子 这个细胞学研究证实这一点 后来所有的公务研究都证实说 你的牙周病越严重 那你就越容易有大肠癌 而且这个东西在台湾 绝对不值得忽视 是为什么 台湾因为甜食越吃越多 其实牙周病人当然也越多了 那另外一个部分 你如果看统计数是来讲 18岁以上99% 有某一个程度的牙周病 对 然后大概来讲 总体的平均 大概54%人有牙囊带 可是你一旦变成银髮族的话 大概75%人有牙囊带 所以为什么很多人就是此牙动摇 为什么 因为你就是人际大的就得牙周病 你去不清理它的话 不但牙齿会掉 实际上会增加 其实连大肠癌都会增加 谢谢大家